日本近期已將浮倒超過120萬噸的核廢水倒入大海 主要原因就是實際是裝不下了 聲稱已經對廢水淨化處理 卻除了除窗以外的所有放射性物質 並不會對生態環境造成危害 此舉引發了渲染大波 除了漂亮國公開表示支持 周邊各國都表示反對 這裡我們先不談日本的動機 相信大家心中都有自己的一感稱 那麼我們就假設 如果這核廢水還存在污染會怎麼樣 核輻射會對人類造成什麼樣的危害 大家好 我是王好奇 輻射是自然界中的一種正常現象 任何溫度高於絕對零度的物體其實都會產生輻射 比如陽光 大理石 香蕉 只是劑量微小 不會對人產生危害 很多人談輻射病其實並沒有那麼嚴重 這所謂造成對輻射的恐慌感 可能戰爭才是主要的原因 二戰期間 漂亮國向日本熱了兩顆核彈 造成了大約21萬人的死亡 而它的危害直到今天還沒有消退 除了單產死亡的人 性蠢的人類 包括之後漫長歲月裡出生的人類 都會患上各種各樣的疾病 動植物甚至會產生一些變異 有床 日本之所以有那麼多奧特曼之類的怪獸影片 靈感就是從這裡來的 核輻射作用於人體時 會導致DNA RNA 蛋白質等生物分子產生電磷激發 破壞人體基因供價件 使得基因突變 甚至會打碎藍色體 誘發癌症 還只是輕微現象 嚴重的話是全身病變 細胞壞食 內出血 DNA破壞 短期內就會死亡 1986年4月 契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爆炸 這是目前最嚴重的一次核電事故 示範出的輻射劑量 約等於廣島核彈的400倍以上 50多燈泛式性物質隨風飄彈 調查人員進入後 發現了這個奇怪的物質 大相對 這是核反應對爆炸後 各種物質與融化的核燃料結合形成的化學物質 這張圖並不是抽象派藝術或者幻覺 而是拍照時 核輻射對膠捲造成損壞 導致出現了幻影 世界上 這裡有兩名穿著防腐壺的調查員 在最初發現這個物質時 不設置高達1萬輪前面的小時 暴露30秒 將會眩暈 5分鐘就會死亡 這次事故 直接 間接 或是影響的死亡人數估計超過百萬 這還只是1986年代的一個核電站 而經全球核電總數超過了450個 並且還在陸續上升的階段 大家可以想想其中蘊含的巨大風險 1996年1月5日7點多 19歲的宋學文在吉林建設公司工作 於上班途中 在地上撿到一條金屬鏈 尋找施主無果後 就先把鏈子放進褲袋 準備先去上班 空了家去找施主 然而在9點多的時候 就感到頭暈 噁心 嘔吐 於是 就請教回家休息 回去後更加嚴重 全身開始放紅 起水泡 開始神智不清 當天5點多 引導趕來探望 順學文才得知 當時撿到的鏈子居然是1192 這是一種用於工業 醫療的放射性物質 本來是用於公司以西施工現場的射線探山作業 探山作業 是一種通過射線來檢查漢混內部是否有缺陷的方法 由於操作人員違反程序 導致其脫落 並遺失在現場 結果被宋學文給撿到了 之後緊急送完了醫院 三年時間裡 大小手術不斷 陸續切除了雙腿 左手前臂 右手只剩中指 白內臟 肝硬化 糖尿病 心臟病 氣力減退 伴隨著他的一生 2019年4月23日 去世 這是中國首例核輻射案 原來世人更加清楚的了解核輻射的危害 日本聲稱的核廢水只剩下無法處理的川 是真的嗎? 還是轉移公眾視線的一個手段? 核廢水包含著點 鳥 老 地 股 濕 各種物質 真的能完全進化去除嗎? 如果是真的何必這麼麻煩呢? 這100多萬噸的水 日本千家萬戶 一人一口不就解決了? 畢竟 古道rition erst來你 曽洛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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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大 lee